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今天带着你弟弟来我家干嘛 姐夫啊 今天是我想找你 有件小事需要你帮忙 虽然你和我的姐姐离婚了 但在我心里 你一直是我的亲姐夫 是我最亲的家人 如今我面临的问题 只有你有能力帮我了 我希望你能伸出援手 我会记你一辈子的 你这态度转变得够快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兄弟情深呢 真让我刮目相看 不过你的忙我不帮 你还是免开遵口吧 姐夫 求人办事该有的态度 这不能少 但这不是客套话 都是我发自内心的 在我心里 我只认你这一个姐夫 姐夫啊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 我这婚可就结不成了 这对我来说是终身大事 你不能坐视不管啊 你难道不清楚吗 就是为了你结婚 你姐才和我离婚的 离婚分走了我二百万 这二百万 难道还不够你结婚用吗 你们一家人 还想要从我身上 吸走多少血才肯罢休 非要把我吸干 你们才满意吗 姐夫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们是一家人 我怎么会吸你的血呢 那二百万本就该是我们的 实不相瞒 这二百万其中 一百六十万拿出来买房了 剩下的全都当做财礼给了女方 但是让我没想到是 女方家又提出来 要一辆六十万左右的婚车 才肯结婚 跟他们商量 根本不给我们商量的机会 我这是实在没办法了 所以才来找你 要不你把交去的那套房子给我吧 那套房子我找人评估了下 现在也能值八十万左右 足够我买一辆车了 剩下的钱 就当你给我随的份子钱 给你那套房子 是我脑子有病 还是你脑子有病 离婚的时候 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 郊区的那套房子 是我婚前财产 跟你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也是我和我的父母出钱买的 当初离婚 我给了你几二百万 已经很不错了 你们却在这得寸进尺 你们一家人的嘴脸 真让人恶心 你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大方 我作为你的妻子 这都是我应得的 要不是我递婚事 等不了急着用钱 我怎么可能 只要这区区二百万 你别磨叽了 现在你把郊区那套房给我 我们从此就两斤了 姐夫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如果你不想把房子给我 那就给我八十万 我并不想跟你撕破脸皮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我看你们就是地痞流氓 如果你们觉得分配不公 我建议你们考虑起诉 我随时准备应对着 家里的资产谁出的钱 凭证我都保留着 我不着急 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 姐夫 我急着结婚 跟你耗不起 我们也不想跟你打官司 我认为我们双方可以协商解决 这样吧 我们退一步 你就再补偿我们六十万就行 只要你同意我的要求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来找你麻烦 这次真是便宜你了 要不是我们急用钱 才不会跟你妥协 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劝你时时误一点 别闹得大家都难看 你们姐弟俩 就别在这跟我一唱一和了 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 钱和房一样都不会给你们 你也不用做白人梦了 我可不是软柿子 任你们拿捏 做人还是要有点廉耻心 别出来丢人现眼 你真是一个渣男 你这样对我良心不会痛吗 当初我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你 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你 但是你现在却如此对我 毫无情义可言 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当初你父母嫌弃我家穷 如果不是我做生意有了起色 赚了点钱能拿出他们要求的彩礼 他们才不会松口 你口头上答应我 被弟弟却去镶嵌 我们结婚后 你肆无忌惮地补贴你娘家 你弟弟结婚 却让我给他拿二百万买房子 我不同意你就拿离婚威胁我 最后你为了钱同意了离婚 现在看来 当初我没有妥协是明智的选择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 你用得着拿出来说吗 如果你坚持不肯退让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我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还有什么情面可讲 你们抓紧滚出我家 否则我就报警告你们擅闯民宅 最后姐弟俩见算盘落空 灰溜溜地走了 vor 末尔 末尔 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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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